哈囉大家好我是EJ 那今天我們又要來吃午餐了 那原本其實這個吃午餐這個廢片系列 原本想說昨天應該就最後一集了 那我今天想到可以吃個沙伯胃才對 因為我沙伯胃算是吃到已經是專業級的了 怎麼說是專業級的呢 我可是有沙伯胃會員卡的男人 沙伯胃會員卡不是人人都有的 你必須要吃沙伯胃20次幾點20點 然後你還要忍著不把那些10點10點的換掉 然後才能換一張會員卡 那會員卡可以一直都給你打九折 每次買都打九折 那只是說後來我不小心把那張卡掉了 然後掉了之後它那個活動就結束 就不能再辦了 不然我應該都可以打九折的說 好啦總之今天我們先來介紹一下我今天的餐點 那今天是點一個嫩切雞肉餐 然後配上義式濃湯 不是義式蔬菜湯 然後還有一份餅乾 那它這個沙伯胃算是常常減肥的人 你會很常吃的一個餐廳 一個素食店 它是比較輕食的 像是這一個嫩切雞肉的三明治 大概才260卡左右 那可能加一邊麵包算一算 大概頂多300卡吧 那是非常低卡的 像我這種這輩子都在跟胖瘦拼搏的人 就是沙伯胃會變成你很 非常熟悉的一間餐廳啊 那基本上我減肥的時候都是靠沙伯胃住過的 那它是一個吃了會非常餓的一間餐廳喔 我不開玩笑 你常吃沙伯胃的人你都可以體驗到這件事情 就是吃沙伯胃會特別的餓 每次吃完都覺得幹我還想再吃 6吋的根本吃不飽 你配一點套餐也還是會覺得吃不飽 那所以我通常呢 我的餅乾 這個餅乾 這是蜂蜜燕麥口味的 我通常會留到可能 吃完午餐大概三四點之後再吃 那不過今天我們要拍影片 我們今天就直接吃了 那我們今天就直接來進入主題 這一次吃的是這個 蜂蜜燕麥 蜂蜜燕麥的麵包 然後包嫩切雞肉 整體上會長這樣的 那我來簡單介紹一下 我怎麼配裡面的蔬菜 因為subway是可以自製的嘛 你可以決定你要怎麼配裡面的菜 那首先呢 我麵包是選蜂蜜燕麥的 那這種麵包呢 它不會那麼的乾 然後它整體上會偏甜一點 它上面都會有一點這種燕麥 整體吃起來會稍微甜一點 會有一些蜂蜜味 然後我覺得配嫩切雞肉是不錯 因為我覺得嫩切雞肉 然後需要一些什麼 怎麼說呢 一些甜的東西來襯托它 我覺得它味道比較單調一點 包起來包過之後稍微不會那麼好看啊 不過我還是簡單介紹一下 那我的配菜通常都只配三種 番茄 然後這種就是生菜 然後還有青椒 然後就是它一般的起司 然後就是嫩切雞肉 那還是這樣子 那為什麼只配 番茄跟生菜 然後還有青椒呢 那主要是因為 就 對我前女友害的 她不喜歡吃大黃瓜 然後我後來就都不加大黃瓜了 那不過我後來也覺得大黃瓜 確實是一個搶味道的東西喔 就是 呃 大黃瓜加在任何東西裡面 它都是大黃瓜的味道 它就會很 沒有辦法跟大家好好融入在一個團體裡面 大黃瓜就是一個 呃 非常孤獨的角色 它就是 大家吃起來是一個 呃 Balance的味道 就是很平衡 然後不然就是一個 Harmony 一個 邪奏 但是 大黃瓜就會突然跳出來自己solo 然後我就說這是我的味道 不能讓你 就是不能讓大家搶去 他就會 不斷的強調自己的味道在這裡 所以大黃瓜確實我覺得 呃 它沒有那麼適合在一些混合的 這種 需要一個 維持一個平衡的一個餐點裡面 那就算我覺得你要減肥 吃這個 然後我覺得也不要不加醬料 因為我覺得不加醬料 吃起來會比較乾以外 呃 減肥那麼痛苦 也會減不下去 我就多拿十幾卡熱量 可以的 嗯 非常好吃 我覺得subway真的是 每次吃都還是覺得還蠻好吃的 我覺得它只有少少的份量也是一個 嗯 嗯 它好吃的一個點嗎 這樣說對嗎 只是每次吃完你都會覺得 呃 不夠好想再吃喔 就會覺得意猶未盡 下次還想再買 我覺得我這個配置 我覺得我這個配置 是非常的完美的 感覺到它每個食材 混合在這個 潛廳包裡面 是和諧的 我自認為算是 subway吃到 還算是專業的 有時候 有時候鏡頭可能會晃一下 因為 我支架就架到我的前面 有時候不小心撞到 你有沒有更好的地方架支架 架我的攝影的支架 那我通常呢 就是我最常吃的 就是 蜂蜜燕麥的麵包 6吋 嫩切雞肉 然後 包 生菜 番茄還有青椒 然後 蜂蜜芥末醬 通常我都會讓它自己配醬 那 嫩切雞肉通常都是搭 那個 嫩切雞肉 就蜂蜜燕麥 欸不不不 蜂蜜芥末醬 是搭嫩切雞肉 我 我覺得我這搭配很好一點 是這個麵包 它就是 帶一點甜 整體這樣吃下去 非常的和諧完美 然後沒有洋蔥或者是 大黃瓜 跳出來說 欸 我的味道在這 你要注意我 這種感覺 大家都很乖的 就是 蔬菜做好蔬菜的本分 然後 然後 雞肉的味道 被拖出來 然後 帶一點 麵包跟醬料的甜味 我沒有炒出來 很可愛 吃 很香 但是 了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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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 不是很推薦說 沒有在減肥的人吃這個 你很容易大概三四點就非常的飢餓 那如果你在減肥的話 就忍耐一下吧 忍到晚餐時間 或者是少量多餐的吃一個優格之類的 像我減肥的時候 我大概會常常買優格 儲備在家裡 如果那種每一餐之間覺得餓的話 就吃一個 我高中的時候 大學的時候都有 大減肥的時候 大部分的餐都是 靠殺不會度過 不過這 問題就是它不太便宜啊 這是它的缺點 就是它這樣子一餐吃不太飽的一餐 像我今天買這樣一百三十三塊 整體上來說 一個吃不飽的一餐一百三十三塊 會覺得不太划算 不過它是少數 你可以在外面買得到又很 底卡又還蠻好吃的一個餐廳了 然後 可以介紹一下 我其他比較常吃的配置 有一個叫做香烤雞肉的 香烤雞肉 我覺得是搭配白麵包比較好 因為香烤雞肉本身就是一個 主角公環比較強的一種肉 那它只要 讓其他人襯托好自己就好了 像蜂蜜 像嫩切雞肉這種 它就是 比較弱勢一點的主角 它需要一些比較帥氣的配角 像是這個麵包啊 醬料這種 比較 選比較 特色型的配角來搭配它 它才會變得比較 整個 整個吃起來才會比較好吃 但是 剛剛講什麼 香烤雞肉 是香烤雞 我剛剛是講香烤雞肉 香烤雞肉它是 本身的主角戲就很重 它本身就是一個 強勢型的主角 所以你只要 把它搭配白麵包 然後它就可以自己 表演得非常精彩 然後 鮪魚的話 鮪魚也是相同的道理 鮪魚 也是 非常搶戲的一種 它本身的味道就比較重 本身就可以自己solo 當主角的 所以你只要給它 簡單的白麵包就好 鮪魚他們通常都會跟你說 喔 那個麵包不推薦烤 就是 鮪魚不推薦加熱 但是我是建議你說 你就跟它講說 你只要加熱麵包就好 然後 加熱麵包跟起司就好 然後它還是會幫你加 雖然它可能會覺得有點烤焙 我這個人就是這麼擊敗 然後 它就會幫你只加熱麵包跟起司 這樣子你的麵包跟起司 還是會 比較 酥一點 比較好 比較熱一點 然後再加上鮪魚上去 這樣子 我覺得這樣比較好吃 嗯 非常美味 真的 我覺得我這配的非常好吃 下次可以去吃吃看 嫩切雞肉 六吋蜂蜜燕麥 生菜 番茄青椒 然後 蜂蜜芥末醬 傑哥神搭配 好 接下來要喝它的湯 我不知道它的湯算是 呃 很多人都喝過 還是很多人都沒喝過 我不知道是哪一 上面是有什麼東西 沾到什麼 不知道 可是 它的湯是 呃 喝過的人算多還是少 我不知道 不過我很喜歡它的湯 這個湯 它是 那種 義式蔬菜湯 就是 加番茄啊 紅蘿蔔啊 然後 那個 這是什麼菜 我也不確定 白菜啊 還是什麼 高麗菜 之類的 然後加胡椒什麼的 下去煮 我很喜歡這種湯 嗯 非常的好喝 它這個湯 比較順口一點 比較溫和 味道不算太重 但是又有一點 胡椒去襯托 嗯 已經放有點涼了 剛剛不應該為了拍這個 打開蓋子 唉呀 嗯 整體就是蔬菜味道啊 應該算是比較健康的湯吧 薩波威就是一間比較健康的店 它通常 通常 會有配 湯或是飲料的套餐 就是 配一個餅乾 然後一個湯或是 配一個飲料 二選一 湯跟飲料二選一 那我通常都會建議選湯 因為 就是 你配一個湯 一個 全廳飽 我覺得這樣整體吃起來 還是會覺得 飽足感比較夠一點 不然好容易飢餓 嗯 非常好吃 好喝 好 那 那 我中午放大概吃這樣子 覺得就差不多了 不到 很撐 但是 就是 不餓了 不會餓了 那 因為今天我們要拍片 所以我們就直接把這個餅乾吃掉 我通常這個餅乾大概留到 就是晚一點比較餓的時候再吃 讓自己維持一個比較太餓的狀態 那我選的 這個 這個餅乾呢 是 葡萄燕麥 那它其實 subway的餅乾其實都比你想像中還要甜一些喔 像你如果買什麼 巧克力口味啊 或是甚至白巧克力口味 玩得超甜的 那我覺得葡萄燕麥算是比較 剛好的 就是 甜度其實還是算蠻甜的喔 就是它還是算蠻甜的 但是就跟其他比起來已經算是比較不甜了 它裡面就是葡萄乾的燕麥口味餅乾 不過 你可能可以對燕麥口味有點 可能會有點抗拒不知道 燕麥口味媽的感覺就不怎麼好吃 不過它也算是蠻好吃的 真的推薦你吃吃看 會比你想像中好 接受度其實也蠻高的 但如果你不喜歡葡萄乾 那當然就算啦 上面的配料也是一個重點 它一般都是巧克力 白巧克力 M&M巧克力什麼的 然後像 它有一個小技巧 就是 薩博會快關電了之後 它大概 我忘記是十點關那一間關鍵 反正就是你九點還是十點之後過去 就是它關電的前一個小時過去 它的餅乾會半價 這應該 這應該蠻多人不知道了吧 它的餅乾會半價 然後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的店啦 因為它有很多間分店 我不知道有沒有差異 那 反正我家樓下那一家店是會半價的 客戶以前 偶爾就是 會 補習班下課的時候 會去買一片 來吃 回家當點心吃 然後推薦就是 如果你是配這樣湯的套餐 還是自備個飲料 吃餅乾的時候 可以用 然後或者是 喝湯覺得熱也可以喝 像吃餅乾就是要配牛奶 才是乖寶寶 像我剛剛那個餐 整體配起來是不會太乾的 所以 沒有必 沒有需要到就是 你一定要配飲料 你才吃得下去的那種 很乾的三明治什麼的 整體上其實吃起來算是濕潤的 因為 麵包本身 然後 還有內餡裡面都有加醬料什麼的 其實吃起來是ok的 不喝飲料也不會吃 但我習慣 吃東西都要配個水 或是 喝個東西 喝個水 會覺得小時候看美式卡通吃這種一大片的餅乾 然後都配牛奶感覺很棒嗎 有吃這種餅乾的時候都喜歡配牛奶 感覺確實是棒棒的 好 好 我們今天的 廢人午餐戲就拍到這邊 那 之後廢人午餐如果想到有什麼在拍 那之後暫時大概就拍到這樣了 就是介紹一些 我平常吃起來很方便 簡單覺得好吃的東西而已 有想到什麼在拍 那之後再來隨便拍拍拍也的東西吧 好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喜歡我的節目的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AJ 我們下期再見 掰掰 再見 大小看 有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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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